柴犬优缺点 柴犬原产于日本 由于柴犬能巧妙地穿过杂木帮助猎人打猎 而且毛色是红褐色与枯萎的木柴相类似 故而得名柴犬 柴犬的优点有 勇敢且忠诚护主 省时爱干净等 特别是柴犬机敏性高 动作轻盈是看家护院的好帮手 在这方面与中华田园犬差不多 当然它还不爱叫 很适合与小孩一起玩 柴犬的缺点也是有的 比如钓毛 个性强 价格高等 柴犬有两层毛 外层毛长而硬 内层绒毛后 每年两次换毛 一次六个月 而且柴犬性格独特 喜欢到处好 一不小心就会不见 所以如果养柴犬 遛狗时一定要注意牵绳